好,我们来看第一题 这个 电功率是千瓦时 这个单位呢,千瓦 千是时的三次方瓦特 hour呢,是3600 second 所以你拿瓦特乘上秒 瓦特是 焦耳每秒 焦耳每秒乘上秒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换成 焦耳了 所以千瓦时本质上呢 其实是能量的单位来的 它是我们家里 家庭用电的 技术法 记录你到底用了多少电能的单位 所以等同于 3.6乘10的6次方焦耳 怎么来? 就是1000乘36 接着 两个额定电压都是220V的灯泡 额定电压指的就是一盏灯泡 它在正常发光下 起两端的电位差 以及 流过灯泡的电流 都是灯泡的一个正常情况 那 一只 一个是40W 一个是100W 所以有了这两个条件呢 就可以再去计算出 它的 电阻值 以及在那个当下流过 它的电流强度是多少 那题目讲 A 它是正常发光时 正常发光时 如果都是额定电压 那就代表它们都会 以 正常的情况下来消耗电能 电功率指的就是 每秒 转换多少电能 它从电能转成光能热能等 所以这是40焦耳每秒 这是100焦耳每秒 所以呢 100焦耳每秒那个呢 是比较耗电的 那 Power 等于 V平方 除以R 所以我们可以分别代入 它的Power 以及 220的平方 再分子 就可以个别算出 它的电阻是多少了 那一个是 1,210 另一个是 484 40W 那个反而 它的 电阻值更大一些 再来 分别把它们改接在 110V的 电源上 那你要注意 电阻值呢 是 一个 固定的数值 它不会因为你 今天接在110V 它就更改 它就更改 这个灯泡的电阻值 所以把你刚刚找到的 两个电阻 带入进去 就可以算到 它们个别的功率了 一个是10W 另外一个是25W 接着 接着 第三题 你的这灯泡呢 目的是用来 煮水嘛 不是灯泡 你这个电 电炉是用来煮水 那它 每秒可以提供 2000焦耳的 电能 其中 只有60% 给了水 所以我会拿 2000 乘上60 60% 那它在 乘上时间 就会等于Q Q就是 能量啊 把电能转化成热能 而这个又等于 MC 所以我们有 它的质量 2公斤 比热 4200 它没有给你 你也要背起来 或者 封面上面 会给的这个条件 如果你发现 你需要一些常数 而里面没有给 题目没有给 那你就翻开 封面 在同考 题的 封面 会给这些常数 温差是从 20度C 除到100度C 所以就可以算到 时间了 560秒 最后一个 第四题 题目要我计算 电动机线圈的 电阻值是多少 那 它前面给你的条件呢 其实是可以算出 这个电动机的 功率 是多少 那首先 这个电动机呢 它的能量 它消耗的电能 是有转化成 两个部分的能量的 一个部分呢 就是 这个系统的 机线呢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 算是一种 能源的损耗 就是 你通电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部分的 能量转为热能 这算是一种 power loss 那 能量守恒嘛 所以 你消耗的电能呢 是会等于 mechanical energy 加 heat engine 所以电动机的 热能会上升 那能量呢 我们直接用 power 成时间 那 那 我们还有什么条件呢 首先 机线能 mechanical energy 其实就是 mg delta h 等一下 我们看回这个 我们把他的时间都 约掉 那就看他的 power的关系 这是vi 因为题目有讲呢 他是恒定速度 所以他其实呢 动能并没有增加 所以这个动能 我们就可以不写 他主要是重力势能 这个我刚刚写错了 所以我们 有110V 有5A mg呢 是50G 9.8 mg 这个 高度 除以时间 其实就是 他移动的 这个速度 0.9 那 一项一项 我们就可以算到 PQ是多少了 所谓的PQ 就是 他每秒 转化的 这个热能 这个热能呢 是体现在 电阻上的 所以 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 再用 power loss 等于 i平方 R来算 这个power loss呢 就是你刚刚算的 PQ i平方 是5平方 R 就可以算 就可以算出 电阻值 是多少欧姆了 有问题 有问题吗 OK 我们来看下一份 练习 题目问 N个相同的电阻 串联后 总电阻是多少 那就会是 直接加起来嘛 所以N个R 加起来 就是NR 像如果并联起来的话呢 N个R分之一 加起来 加起来 所以N个R分之一 那R都得 就会是R分之N 第二 10欧姆 跟1000欧姆 并联后的电阻 就导数相加 就 9.9欧姆 如果将R2减少 则总电阻 会有怎样的变化 R2如果减少 你的总电阻值 也会减少 R2如果增大 这个总电阻值 也会跟着增大 就这样 你可以自己 带一些数字进去 验证这个 说法 再来 第三 这里 有 两个 分别标明 220W 40W的电阻器 那他们串联 跟并联的时候 电阻器 消耗的电功率 有什么区别 首先 你都接在220W 那就表示 你必须要把 这两个电阻呢 以并联的形式 接上 那你才可以让他们 都 同样获得 220W 所以他在并联的时候 接入呢 就还是40W 以及 60W 但如果你以 串联的方式 那他们 就不会拿到 220W 绝对会少过 220 所以这个呢 就要通过计算 才可以知道了 先从这两个数字呢 算出 他的电阻值 用R等于V平方 除以Power 算出他的电阻值 是多少 找到以后 再用分压定理 R1 算母是R1加R2 乘220 直接找电流 他们是串联 我们把电路里面的 I都得算出来 I等于 V除以R V就是220 这是R1加R2 找到I以后 Power1 就等于I都得平方R1 Power2等于I都得平方R2 串联嘛 同流分压 所以分别可以找到 他们的 电功率是14.6W 和9.8W 这是第四题 接着 所以这是第三题 接着第四题 如图 现在AC之间的电压 现在AC之间的电压是110V R4呢 是80欧摩 它这里是40V 那请问AB两端会拿到 的等效电阻值是多少呢 AB两端的等效电阻呢 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叫一个RAB 另一边是一个80欧摩 以至这里拿到是40V 且总电位差是100V 那RAB会是多少呢 首先我写一个VBC 这是一个典型的分压定理嘛 那VBC呢 是已经知道的 40V RBC呢 是80欧摩 而V total是100 所以利用分压定理呢 可以快速的找到 我们要找的这个 RAB是多少 最后 第五题 在第五题里面 题目问说 图22.5.9 就是下面这个图里面啊 它的电压质币 和电阻质币 下面这个叫 R total啦 有没有任何关系 那因为电流是固定的 I 流过的I是固定的 所以 I1等于I2 等于I total 那I1呢 就等于V1 除以R1 I total呢 就是V total 除以R total 所以V1比上V total 等于R1 比上R total 我们就可以证明 它们两者的关系是 相等的 再来 第二个小题呢 题目讲 这是一个分压电路 串联吗 谁跟谁串呢 上半段电阻 跟下半段电阻 是串联的关系 AB两端的电压 是V的时候 这就是V total 利用它可以在 C跟D之间 获得0到V之间的 任意电压 那我要怎么样做 才可以在VCD之间 获得任意电压呢 它的问题就是这样 你要怎样才可以获得 任意电压 首先 怎么样让它CD之间 的电位差是0 这题有点难啊 想看一下 你要怎么做 那你可以呢 在CD之间 可能这样子 你接多一个电阻 叫R0 那 这一部分呢 我叫它RX好了 那RX呢 跟R0是属于 并联的关系 然后上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R减RX 因为整个的电阻值 叫R嘛 所以你的电路呢 就会变成是这样 R减RX 这边有个RX 上面并一个R0 那下面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 R呢 本身其实是一个 变阻器来的啦 它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 变阻器 你可以去调整 它的那个 长度的嘛 所以如果我把C 这个位置啦 往下滑 那其实这个 确切的讲话 你是应该要 要有一个 比较 正式的关系 是啦 嗯 我们可以写一个 DCD的表达式来 这两个呢 并联之后 在一起 我把它加RDotal 这个是VCD RDotal分子 R减RX 加RDotal 乘上V 这样这个RDotal 是什么呢 R0 加RX R0跟RX的导数和 所以RDotal可以写成 R0RX 除以 R0加RX 那你把这个关系 带进来这里 整理以后 你就可以得到 化简之后啦 OK 什么情况下 VCD会等于 LINK 你整理到这个情况 的时候 因为你可以变化的是 那个 RX 那这个RX 当你的RX 等于零的时候 VCD 就会等于零 那如果你的RX 等于完整的R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变阻器 你往上拉 RX等于R的时候 你的VCD 就会等于V 所以这个就是 把它写出一个 表达式的以后 然后再去 针对这个表达式 去做分析 有问题吗 来啦 评لام 员 轻あと 会 针对 你 这 置 我就 看